我们的皮肤是怎么变黑的呢 我们人体体内会自身合成一种什么呢 叫若氨酸 然后它经过若氨酸酶的作用下 可以合成什么呢 多巴 多巴再经过氧化 经过一系列反应生成什么呢 黑色素 那么黑色素再转移到角质层 这就是你皮肤的颜色了 特别是有的女生啊 一看 只要我破坏了黑素细胞 让合成黑色素的功能异常 那我们就能成为白雪公主了吗 不 那是白脸红 画面中正在讲课的人叫向波 是四川省广源中学的一名高中画学老师 也是一个粉丝接近600万的短视频博主 6月14号 向波在接受专访时告诉记者 是一次偶然的课程上传 让他发现了短视频传播知识的可能性 利用课语时间 录一些有趣的话语视频 没想传到网上 就是给我的学生或者我的同事看一下 抖音上开始不是我弄的 我看别人我弄了以后了 我感觉 我还以为短视频怎么可能听课呀 但是看到网上这么多的学生 这么多的家长 对化学感兴趣 所以说我在厚着脸皮吧 我就开始喜欢这些视频 反响不错 所以我就后面就坚持下来 美白中的化学 恋爱中的化学 舌尖上的化学 向波将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化学知识提炼出来 用轻松诙谐的方式讲解 利用课余时间录制成为短视频内容 他认为短视频这种短小精悍的传播方式 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认识化学 有些女生她想想美白 想快速美白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陷阱 一些坑 这些东西我把她 把她知识理顺以后呢 把她讲出来 讲得有趣 短视频平台了 它属于更适合碎片化的支持 有气有用 转频快 让更多人呢 看得开心 也由于传播 这个短视频只是一个影子吧 让她对学科科普 给我们各门知识感兴趣 向波希望 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拥抱技术 将课堂搬到网络上 让更多人获益 现在平台就不光是一个三指讲台 一个教室 也不是那两三百个学生 现在可以这样说 就是我的两百个学生 可以困到六百万学生 那六百万学生 就对化学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科技和平台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价值 我也希望呢 平台和我们老师呢 就齐心协力 还是要传播有用的知识 让更多人受益 近年来 越来越多像像波这样的 教育内容创作者 在短视频平台上涌现 为了让这些教育资源被看见 抖音 西瓜视频等短视频平台 也通过流量帮扶等举措 帮助教育内容创作者 推进知识普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